妹妹,為什麼?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昨天都哭了? 不分藍綠都哭了,為什麼? 我其實剛剛看了,我都還是很想再流一次眼淚喔 因為我們看過淡水扁 你看他去用氣氏,他流過過眼淚嗎?沒有 背上手銬的時候有沒有流過眼淚?沒有 我印象中連吳淑貞也沒有 臭過時他也沒有掉一滴眼淚 對,然後就吳淑貞 陳水扁市長落選的時候有沒有掉一滴眼淚?沒有 他騎到氣氏的時候有掉一滴眼淚嗎?沒有 可是昨天我在鏡頭前,看到他們阿嬤沒有掉一滴眼淚 位於淚仙流,我看得很痛苦 這件事的痛苦就是覺得 阿嬤是犯罪什麼滔天打罪,有罪到這樣子的地步嗎? 那這心法過程有公佩嗎? 然後有罪大惡極到說連她的岳母要過往了 她都沒有辦法隨時再測 心情告白是不會讓她來 那麼甚至本來還要給她上手銬腳料 甚至於還有藍營的立委居然還可以在那邊見烈欣喜地說 阿,陳水扁要出來了,那太好了 這個是等於是蔡英文的導師 主師也要出關了,一定會好好的教她幾句 有人信嗎? 我覺得那種痛苦就是人生千里萬里 黯然銷魂別人而已,生死大事 但是你看到哪有在這過程當中 從頭到尾是選舉的操作與考量 就像剛才江議員所說的 陳水扁一早一開始念紀文所講的 如果今天如果不是有到選舉的位 她今天可能是要上著手銬腳料來的 所以大家第一會覺得不敢 第一會覺得痛苦就是 當我聽到昨天她在紀文裡頭 其實她講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她再揭露出了特徵主 還有法官 對她是多麼的不公平 我請問 如果說這個是真的的話 如果說包括她的岳母吳王霞女士 都已經連自己的學生都認不出來 你要叫她做情 你要把她當作證據能力 然後以此來起訴來定罪的話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 那麼我請問 我們特徵主,我們的法官 你們這樣有沒有濫權的嫌疑呢? 怎麼可以拿這個來做定罪呢? 第一點,第二點 我們要問的是 包括這中間過程當中 郭忠亮當初被教唆偽證 杜律平也說 檢察官叫她咬死陳水扁 請問 有還給陳水扁公道嗎? 我們全都沒有 第三點我們要問的是 當我們是特別府的性警 為了幫馬英九脫罪 可以公使權都說出來了 大水庫理論都運用了 一個是無罪 同樣特別費的性質 陳水扁是無期徒刑 台灣人民不難過嗎? 第四點,我們還有再問的是 包括當她二次經改案被判無罪 馬英九一聲說 不能 司法不能孤立於人民感情之外 馬上要變成龍潭構成 馬上快速就把它定驗了 台灣人民會覺得說 有罪沒罪 當然要有一個公道義理 但是在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政治我們操縱? 是不是今無公平? 是不是青海? 適合人權? 到現在馬英九政府 沒有給我們一個交代啊 所以人民會難過啊 一個卸任的元首 一定要這樣子被對待嘛 然後就算是面對到生離死別 這樣的苦楚的時候 藍營的這些大官們 從頭到尾想的 還是政治選舉的利益啊 甚至第一時間是見面欣喜啊 這裡面有人心嗎? 然後當你在 我看他在布著出來的時候 他看著扁嗎? 我看著 你都可以想得到 阿扁的心裡頭是救無阿心啦 所以說 他說他是不好的警察 你如果做阿扁立場來想看看 面對吳王霞 他是不好的警察 連岳母要過世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送他 他在看到他的時候 只有一張照片 然後 他跟他的警察說 你的女兒 你最痛的女兒 我沒辦法做一個王債的這件事 為了我去做論議 那實際 現在官司定心 整個人像風中傳族 簡直就在家裡頭是做無形的監牢 然後對自己的媽媽呢 他作為一個兒子 他可能再見到媽媽 他媽媽撐得了這個時候嗎? 媽媽已經八十幾歲 已經失明的老人 接近失明的老人了 下次再看到事後 又是什麼時候 可以等待著靠再看一眼嘛 所以 這種整個感覺是讓人家很痛苦的 尤其當陳水扁講到說 他細數他的政績 在馬政府的嘴巴裡頭 陳水扁的執政是等於兩個字叫貪腐 是嗎? 陳水扁裡頭 包括雪碎 包括高鐵 包括101大樓 當初怎麼被藍營糟蹋 當初怎麼被抹黑 當初怎麼被扭曲 可是建國百年 台灣最偉大的 公共建設的前三名 全部是陳水扁任內留下來的 可是陳水扁八年的執政 在藍營裡頭 就只有被貼上貪腐兩個字嗎? 而指控陳水扁貪腐的人 自己作用天價不易黨產 這是最大的貪腐 你有什麼資格來說別人呢?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包括民情義力 包括一個屬於共同 包括身份的規定當中 你是不是像我屬壞人家 屬壞人家 屬壞人家是正義的守護者 還是一個正義的殺手 我覺得台灣人民就像阿扁說的 心中會無形的法庭啊 所以昨天為什麼支持者 掉下眼淚來 因為這三年多來 我覺得包括支持者 心中的難過痛苦 我們自己心中切實的感受 包括看到人倫的被拆散 這樣的難過 包括陳水扁 這個整個尤其審判過程當中 一整個好多的瑕疵 沒有被還以共同 所以支持者同聲一哭 那所以我認為馬政府 恐怕當你昨天看到那螢幕的時候 你真的自己要好好想一想 這三年多來 你清廉嗎? 你真的有維持司法人權嗎? 你真的有做得比陳水扁更好嗎? 還是在你的執政之下 人民過得更苦 司法更倒退 民主更暗夜呢? 我覺得台灣人民昨天的眼淚 是為了貶加而流眼淚 也為了我們四年多來 台灣苦情的命運 悲情的命運 在流眼淚